好 看到非常雄偉的整個壁畫 然後剛剛在山下的時候 就看到昆世儀菩薩 然後剛剛在山下的時候 你也就看到他的尊榮 他都有微笑 停這邊就好了 OK 那個是幾年前了 超過15年以前 因為我爸已經走了十幾年了 所以特別今天來這邊也來打謝 對 因為要幫 讓衛廉先生求一個很棒的指示 希望我們一個外公 能夠呢 是一個非常棒的孩子 然後健康 活潑 所以你這次特別幫我求的 特別幫你求的 哇塞 裡面寫了早送的日子 是 感謝… 他這個收起來 然後裝在裡面 我們把他帶回去 我覺得心塵遮靈 然後我今天 有把我媽的衣服戴了 家裡的親情 真的不能等 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時候 我一個人在家 我會把媽媽的外套 蓋在自己頭上 去找她的味道 媽媽的手好像 還在擁抱著我們這樣 所以我今天 特別把媽媽戴了 因為那時候也是幫媽媽來這邊求 我今天也要讓媽媽 這感覺破一下槍 希望媽媽也能感受到 所以有天在整理東西 就突然間看到了經紀人 媽媽當時留下的那一尊佛像 在那時候也跟她講過 現在你把這三尊佛像交給我保管 那我也跟她講 等於有一天你很想他們 他們都會回來的 因為我的經紀人其實每次跟著出來 出外景 都會帶著媽媽的那個照片盒子 剛剛不知道我也是 突然間在山下的時候 在一個紅布袋裡面掉出來 來 Joy 借我那個媽媽的盒子 媽媽 這是我經紀人媽媽的照片 然後突然間她說掉出來 內心裡面那個激動 就好像這個親情到回到家裡 回家的那種感覺 是非常非常的殊勝 其實在很多年前 她曾經拿那三個媽媽 曾經收藏的觀世音菩薩 她跟我講說 孫哥 我需要一點錢 對 然後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收藏它 我不懂石頭 我親幾天要出發的時候 我今天把其中一尊帶來 她也不知道 對 哇塞 Joy 來 我把她拿去框起來 這是媽媽當年 在身上帶很久很久的觀世音菩薩 所以我帶著我媽的衣服 所以今天留回來回到這個 對 很神聖的地方 兩位媽媽都回家了 他們有感受到 兩位的消息 這邊我送還給你 就是媽媽說 媽媽說的一句話 那我那天晚上哭了一句 她說 如果家儀 有人在 就有人愛 如果沒人在 她說 媽媽在 來 我幫你掛上 媽媽永遠都在 這是一個媽媽絕對的力量 然後大哥媽媽也過了一個香火 相信我媽今天來 有了這樣的一個香火 有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都得到很大的保佑 謝謝順利 謝謝 加油 加油 祝各位的流處全都身體健康 對 我不要努力的坐下去 今天就是一個溫暖包 就是一個生命的一個行囊包 即便的觀眾在繼續冒那個愛哭包 我想背著它走到永遠 舒服 好棒 好棒 好像都被媽擁抱了 對 而且也要賣很多水果 在地的我們小農 你好 你好 這是素素嗎 這是山藥 山藥 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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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汽車的味道 味甜 味甜很好喝 真的 甜麵酸 芋麵好甜 香不香甜 薑也放兩顆 你是插起來嗎 來 再吃八顆 要試一下 好大顆 像小蘋果一樣 你吃過的小牙小蘋果 這麼開始 用得這麼多 很脆 蠔有嘴 對 怎麼來的 對啊 它有味道很好吃 來 這邊也有味道 黃金鍋 黃色的那個什麼 黃金鍋 黃金鍋 好好吃 因為我們的膝蓋體育很好 人工膝蓋也可以對不對 人工膝蓋 你沒說沒人知道 哪有義專團 有的情況嗎 黃金鍋好吃 因為嘉義門又是一個 很大的農業縣 來 大家可以參 好 歡迎你們來我們飯店 新年 這才是柔軟肉 柔軟肉 一斤重250 250 算它2,500 一二給你帶回去 這個要溫補身體 對 因為你太瘦了 好,太瘦了 好,好,好,只要給我三大而已 這如果三百大 對啊 我們兩個 這還要雙腳 現在這樣批起來 對,站在我那邊 那不是有什麼好玩的 好玩的 它在旁邊 有最長的滾輪溜滑天 滾輪的 就在旁邊 有沒有刺激 但是你要坐 那天麻煩 丟下去刺激 你腳這樣丟下去 你腳這個開花 開花嗎 來,看我們的節目 好 年輕人 出發吧 來,我來啦 我會用一個超快的 我 維麗恩要來挑戰 全台灣最長的溜滑地了 預備 來,我們要再出發吧 好 Let's go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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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度 來了 上去 快一點 21秒78 21秒78 觀眾朋友 快樂推斷就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好 我真的再上去啦 沒有 我剛剛呢 其實是 我也想幫你運送這塊板子 來給你了 小舟 交給你 好 沒問題 我跟妳講 我現在是人生解鎖 那我還要啊 這裡我就慢慢飛一圈飛回去 來 小舟 你划錢了 你划了耶 小舟 你好了嗎 我要來了 好 走 好 開始了 有喔 是不是有在加速的感覺喔 其實蠻安全的 不會很快 卡住了 卡住 已經18秒了 你看我80公尺 我花了21秒 轉彎... 卡住 卡住了 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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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早已經 已經多比我多一倍的時間了 小舟 你還好嗎 要不要去救你 來了...聽到聲音了... 快到了 快到了... 快到了 回下來 回下來 卡住 快 來了... 小心... 我剛剛在轉彎的時候卡住 卡住 人生是有盲點的 1 2 3 1 2 3 1分07秒 來... 快到了 卡住 真的是一隻豹 對啊 而且是一隻黑豹 很兇人 來... 巴蘇亞是不是 巴蘇亞 州族的朋友 對 沒有錯 來自這個阿里桑樂野部落 為什麼叫梅花路傳說 對 它是什麼傳說 因為以前這個整個嘉南平原 都是梅花路生長的地方 剛好又是我們的州族的獵場 這個園區 聽說就是之前那個八八風災 有很多這個族人搬下來 對 他們的家裡 都因為這個被土石流沖走了 對 實在沒有地方住 實在沒有辦法了 就有這個逐鹿社區 是不是讓我們這個 住在阿里桑州族部落的居民 有一個家 所以放了很多梅花路 然後你們沒事就來了 沒事就... 對 我們現在裡面 我們總共有23隻 這個是我們的招財豬 招財豬啊 這什麼名字 它叫做蒜泥 蒜泥 對 所以你有白肉嗎 蒜泥 白肉的那個蒜泥 它還小 它長大了就變蒜泥白肉 喔 真正的山豬 就是已經 好像被我們養的 已經不像山豬了 對啊 很胖胖的 很懶惰 這個叫做購樹葉 購樹葉 對 結構的購 這個叫餵鹿的草料 他們就算是在野外 野生的 他們也是找這個吃 因為我們現在要走去餵梅花鹿 對 所以這個鹿就叫做梅花鹿 我們拿了這個 沒有什麼叫甜 對 梅花鹿 沒有花鹿 對 對 舟族以前人口有那麼多嗎 讓那個嘉南平原 是你們的這個獵場的範圍 這麼大 以前是真的很多 沒有到幾萬 但是現在 舟族的人口 比台灣米花還要少 現在六千多人這樣子 因為目前快下班了 所以他們都會 他們知道要回家了 他們知道 這樣三四點 他們就會聚集在後面那邊 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到那邊去看 對 他們太了解大家的明白 他們有那個生理時鐘 對 他們跟人一樣 有幾隻看到食物了 來了 一片一片慢慢餵 他們很難貪吃的 對 因為他們今天比較餓 你不能亂吃 我這個還有用 這裡吃他的 這個 那個 那個很臭 沒有 沒有 我有喜 我有喜 有的後頭 他用不到食物 會去咬你的衣服這樣子 真的 他有跟我們點頭 他吃光 來 這樣下去就不見了 來 我跟你講 你看 我還是不敢 其實他們滿和安可親的 對啊 他們算是溫柔的 他們其實只對這個食物 對 確實 這就是到底怎麼樣了 一直在跟我的兄弟打招呼 對 不是你 就是你 你看 他把我那個伊甸園的那塊葉子 給咬掉了 是不是因為現在呢 這剛好都是母鹿 因為我都沒有看他們的腳 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現在公路是掉在哪裡 對 現在記者的關係 剛好是說10月到1月 都是梅花鹿的發情期 他頭上有長腳的人機 這個也是公路 只是他們現在年紀還不大 還沒辦法 還沒到發情 對 他們每長一次 他們每一年都要弄掉一次 再長一次 還會多一個新的分岔這樣子 哇 還在生的鞋子 就是皮膚不好 不然靠近 對 保持安全距離 對 你好 你好 這公的雖然有點寂寞 後面我們也要跟他 你給他吃一點東西 可以給他吃這樣看 他長得好帥喔 所以大家會怕他嗎 會聽他的話 也不一定 公路之間 他們有的時候不管你多老 他們要爭這個牌子 因為他們有區域性 多大 那個吊聲都是這樣子 是喔 就這樣子 就那麼多娃娃音 對 全部都娃娃音 這一隻是第二大 他們有一次 他那個門沒有關好 他已經跑到那一區 對 他們兩個打起來 對 但受傷 結果這個沒有腳的 贏了 追著他打 那他生氣的時候 你們怎麼把他就分開 趕快進 也不能進去 對啊 我們也沒辦法 我們就只能 看他們 等他們累了 等他們累了 再怕另外一隻脫肘這樣 這裡天寬地闊 整個環境會讓你覺得說 好想躺在那個草地 對啊 我們直接到我們輪娃專業去看 好 山陽是飛援軸壁 他們的露梯 走路都會歪歪的這樣子 野生的他們都是生長在平原 這樣子 不會往山上跑 以前族人狩獵的一個方式 因為後面那邊就是山峽 對... 我們族人就從前面那邊 往後趕到 逼到絕路這樣子 他們也不會往下跳 所以才叫主路 好 好 洗手機 對 旁邊的這個水管 水管對他弄破了 原本都是埋起來的 現在都露在...露出... 把他弄出來跳 對 都是湯蛙的 對... 你說那個喔 因為他就頂起來了... 他就頂起來了 本來他什麼都會想頂一下 對 都會是你爸這樣 他會告訴你說你的... 他的鼻子有多厲害 這什麼時候開始開幕的 2022年的9月 用很多竹子 這有什麼特別意義 因為看起來 比較像原住民的東西 對... 是周族的精神 對 周族的原住民的精神 又叫哇塑 又叫哇塑是我們的祖語 它是祝福你身體健康的意思 又叫哇塑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手邊有一隻 對 非常巨大的台灣黑熊 他跟你們的關係是什麼 他說故事這個台灣黑熊 是我們的守護神的一個寵物這樣子 守護神的寵物 天神的寵物 好... 一 二 三 原住民的 他喝了小米酒太多 對... 他很容易就有這個姿勢 所以這裡是西別的海岸 是 小便愛花 小便的小便 豆腐的牆壁 豆腐的牆壁 對 小樹 你看找他是男的女的 是不是 這一次沒有意外的話是母的 是喔 對... 這是我們的舟族的傳統蝦屋 傳統蝦屋 用竹子跟茅草 對... 這個叫五節蟎 那我們一進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擺設 是 送蝦架就是用來擺放 我們所達到的獵物的蝦屋 所以擺放這邊 好像在炫耀戰力品這樣 自己的夾放一些擺設 就像如果是你的話 你就會放很多石頭 而且你看他們的這個武器 都放在這邊 就隨時可能遇到什麼狀況 都要...就要拿 順手一拿就出現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順手 每一個都有被綁住 對... 怕被拖 比如說一個長老 他要傳授他的狩獵技巧 是 他可能就會拿一個骨頭起來 然後坐在中間 然後叫年輕人過來這樣 就開始講 這個骨頭是我當年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狩獵這樣子 好像是一本書這樣 因為我們只有獵人這樣 就像圖書館一樣 對... 它有記錄了很多故事 只有那個獵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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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的火堂 一定是位於在這個家務的 正中間這樣 這樣不會一昂化 它有一點問題 不會 我們就是從小訓練 那個備活量 所以我們小時候都跑來跑去 都好像沒有... 沒事的 他其實就是代表是 這個家的生命中 永續的精神 所以這個火堂的火 它是24小時不打牙 不能滅 對 它不能滅 一定要有那個燙在燒 它會一直燻... 所以我們的這邊 這個地方可能會掛一些肉 讓那個煙一直燻 就煙燻 就打進那個時候就不會壞了 對 當年就有牙醫了 對 他們的牙醫不刺牙 我只拔牙這樣 為什麼要拔牙 就是為了要認自己人 你只要看到萌芽 笑的喔 沒有萌芽的 自己人 你們是用這樣子認的喔 對...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以前的族人 覺得萌芽打掉它是... 好帥的 好帥的 你不是這一組的喔 沒有 你的朋友還在 我這個 我還先不要 我還是醜的 我還不是帥的 他沒有想要很帥 沒有辦法這裡 鹽直淡淡的就... 你辛苦了 對 辛苦我了 這個脊髓器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是要背在額頭上面 是喔 對 等一下... 可以背嗎 背額頭 背這個你回去就生兒子了 對... 靠在額頭上 這樣 然後用背頂著這樣 對 用背頂著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只要是背的一定都是用額頭的 或者很有力這樣爬山 這樣子背 有的時候爬那個坡 幾乎90度 這個它其實用頭 是頂得住的喔 對 它頂得住 穩穩的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辛苦我了... 慢走喔 好... 你看 好... 有時候要不吝嗇的 給自己一個放空的時間 回來嘉義 回家吃個雞肉飯 甜蜜的全家的菠蘿蜜 窗田 腰肉田 到這裡呢 體育場呢 舌頭就像操場一樣呢 讓所有的好菜好味 在上面泡沫 你們看到這場面 體育館瘦斯 這邊就是他們的很多學校 都在這附近 很多人呢成長的過程呢 都在這附近成長 而且都在他們家吃東西 他們是一個美食世家 對... 而且是整個家族喔 你跟他是... 跟他們什麼關係 因為他以前就不相信自己 沒有辦法揚名立萬 就到台北想要進演藝圈 演藝圈有這麼簡單嗎 當然啊 其實滿簡單的 其實 對 去進演藝圈很簡單 活下來很困難 對 對 電視機前面有看過 連環報警舉手 這個大概又超過50了 對 他民國70幾年在台北當兵 退伍之後 車子坐到台北就不想回家演 心裡才想說 這個大都市 我人高馬大 我氣勢磅磅 應該留在演藝圈 而且我很愛演 很會演 我應該在演藝圈有個發展 那時候是有這樣的氣魄 你氣勢嗎 有 覺得自己很帥 覺得自己很帥 對 對 那我就要帶他去看一個老師 那老師講說 你的最厲害是什麼 因為他有一把菜刀 你也煎熟 應該也有菜刀 因為他就是廚師嘛 對... 他說你為什麼不回去到你的本位 你那時候待多久 在演藝圈 對 前幾後大概7年左右 回到這邊在一個友愛街口 然後一個小攤子 從豆瓜 滴頭皮 就這樣慢慢切出來 真的... 路邊攤變成了一個店面 變成兩個店面 變成把店面收起來 變成大老闆 對 那也不容易 那也不容易 這個故事很豐富 我們是不是需要吃個飯 對 感覺慢慢 慢慢繼續 來 掌握一下 來 掌握一下 滿滿的豐盛 這是我們的大姐 他們全家人 親手相連 在路邊攤慢慢的三百五百 一百兩百五十六十都收 走到突然有一天 老公就突然間 就跟他們說了再見 面對這樣子突然斷然 走過來辛苦 有沒有辛苦 非常辛苦 是不是一天工作都好幾個小時 對 十六 七個小時 但還養著兩個小孩 三個 三個 還有一個姐姐 為什麼這麼多年 還堅持這個評價 已經很辛苦 微薄的利潤 要撐起這一個家 他們交加的 八週薄 真的已經啦 八週薄 一路上這樣子過來 我們有很多 以前我們在路邊攤的一些客人 對我們真的很好 我有時候還滿感恩那些 舊的客人 好 到現在喔 差不多吃完了 太激活了 對… 真的 我都覺得很感恩 跟我們介紹一下 最推的哪一個 我今天你要好好介紹一下 炙燒鮭魚握壽司 然後龍蝦握壽司 這個比較多人店 然後這是比較有特色 這個是用小卷下去 對 壽司塞進去 裡面有蘋果 那時候焦哥你是 在演藝圈做什麼樣的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真的訓練滿錯的 就是內心是想走戲劇 偏偏董哥 董志成就沒事 對不對 那焦哥嗎 我有這個榮幸 可以跟你當個朋友嗎 好 我就這樣子 跟那時候跟董哥比較好朋友 跟了董哥 後來我才知道 我最愛的人是順哥 怎麼 對 順哥 董哥 那他自己講 我沒有跟他講 我還要講完 對… 你看那時候在台平的時候 不要亂講 你不要Cue我 你Cue我都會 我那邊去講 你真的不要Cue我 到這裡 舌頭就像操場一樣 讓所有的好菜好味 在上面跑步 因為從他們的料理 你就可以發現他們做工很細 用這樣的方式去讓你去吃到 他們不一樣的味道 那個蘋果呢 用大自然的那個水果的那種香氣 把所有其他填在裡面的滋味 全部脆提出來 鮭魚蛤蜊湯 部分的朋友都會用這種味噌的方式去做 他的蛤蜊給的有夠多 所以你喝起來的那個鮮味甜味 應該基本上在外面都是幾 100 100多 那更不用說在台北市 我剛剛連吃了兩粒 茶碗症 他說要把火候控制的香草 裡面的那個蛋汁呢 密密的喔 沒有空隙的 受不了那種滋味 後來我才知道 我最愛的人是順哥 你看他帶出來的人 都很真 對 很成功 這一點是我很羨慕 Tono那時候 他另外幫我幹道具 那我在幹音樂 然後我在晃朗晃晃 這個人帶頭帶頭 怎麼後來 當成順哥的助理 後來他怎麼在光起色 我看到他 對 就這樣一步步這樣看後來這樣 我真的是很 很佩服他 對 而且他那種意義 真的是讓我很佩服 據說小順是不是有長期 住在你家一陣子 有喔 沒有長期啦 路過就來注意一下 奇怪怎麼每一年都來 有說一年還來住三次 那是怎樣 我真的跟他有這麼深的交情嗎 好好聊 是 對 你會覺得說 炸這個大哥 有點在省飯店錢是不是 然後原來 原來 他是真的愛我 怎麼說 他住飯店那個時候 飯店一個晚上兩千塊 大不了 他每次來給小孩子 包紅包都一百塊美金啦 他保美金 對啊 所以他花得比飯店錢還多 小順真的是很愛面子 還要特別跑去銀行 我自己承認好不好 那以前他的很多不一樣的朋友 因為他去住旅館 有點不方便 我怎麼沒有CUE這一段 你們是不是要花洞給我這樣 那有一天鐵哥就問我說 你到底跟我結婚以前 你有多少個女朋友 那我半想都沒有講話 那他突然就不敢講對不對 不敢講對不對 因為你不要吵 我還在算啊 我都已經六十幾歲了 我沒有過去嗎 對... 誰無屁股 誰無父母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過去嘛 你看那時候在台北的時候 可以這麼講 你不要CUE我 你CUE我就會往那邊去講 你真的不要CUE我 時間到... OK 穩住 他是一個 你不用出門一定要開車 帶他出去的 哪怕你只是一台破摩托車 鑽哥也會跟你安全帽帶著 然後就走 然後進行轟燈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罩子拿下來 喂 你好 喂 你說...誰說他會這樣 對 這個懷習到今天還有 我經常坐車... 然後就停在十四路口 旁邊有一對警侶就抱得很緊 對... 我說... 我就搖... 搖下來 來 結婚了沒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把我們的生命的信用額度 增到最大 對 我們在每個城市都有最好的朋友 對... 家裡有這麼多家人親人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想家就回家 好好吃一個家的感覺 對 謝謝大家 OK 請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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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